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好家好網台,我是Eric 今天就是講一下Richmond Hill Market Report 就可以看看上年和今年的對比 這個APP在我之前也有介紹過的影片 剛剛我們推出的就是這個好家好Price Drop App 就可以找得到這個Market Analysis 你可以進去Market 然後就可以找例如Municipality 你就可以看得到這個Richmond Hill Market Analysis 我現在說回Richmond Hill這個上年和今年的對比 你可以看看這個Average Price 即是賣了價錢 現在的Average Price是136萬9 和上年同期是升了40.6% 即是這個幅度真的升得很厲害 即是這個幅度真的升了300多 其實是這個幅度的增幅是預期的 因為上年這段時間其實疫情也算是高峰 所以沒有什麼人真的放一些Listing 沒有什麼人賣樓或者賣樓 那時候是特別低的 所以今年和上年呢 你說起了300多個Percent 那差不多都預期了 不過你說樓價真的挺厲害的 就是這個Average的Sold Price 是起了40個Percent 那就是繼續看New Listing 起了316個Percent 就是現在的Sold Price 就是現在的Sold Price 就是今年和上年是多了很多人 來放一些樓月去賣 不過你說如果計算上個月和今個月 那便下跌了 Sold Price就跌了少少少 0.3% Soul Listing也跌了很多,由3月到4月跌了21% New Listing也跌了11% Market Price可以看到Soul Price和Average List Price的Gap 大約在1月開始,2月至3月跌越來越大 其實有很多買家剛剛入市了解多人多的情況 為什麼新聞經常說樓市價格升得那麼厲害 為什麼我看到價格不是 因為他未真正踏入市場 他看的價格只是一個Listing Price 這個這麼Hot的Market 其實他們反而會壓住價格 例如有時候還是開一個很低的價格 來attract多些人去Bit那間屋 所以你看到價格好像不是升了那麼多 不過其實你真正要看是賣價 即是真正的房子或者condo賣了多少錢 通常的樓市都是 如果你說太Hot 很多策略 其實是特地提升到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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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attract多些人去欠那間屋 所以可以看得到這個List Price反而 好像是減了 不過你真正的賣價其實是高了 所以就是做到現在這個現象 真的有很多人去搶樓 不過你看得到它其實 kind of peak了在3月的時候 現在逐漸的那個Gap 都開始 narrow 即是那個Sold Price 真正的賣價和他們的 那個艾價是開始 narrow 一點點 那現在可以看一下這個Market Demand Market Demand的Average Days on Market 即是物業放了上去幾多天 就已經賣了 或者是有幾多天 那些物業在那裡 Listing List了多久 那你可以看得到 他們的Average Days 即是都由30天 在大約是12月左右 12月的時候30天 去到現在的Average 是10天 多了一點點 即是現在的Trend又開始多了一點 即是這個Peak 其實今年應該是大約3月左右 那現在開始其實是 真的沒有那麼 真的沒有那麼crazy 真的一擺出來馬上賣完 這樣 那可以看一下Market Supply Market Supply 其實就是看一下 有幾多新盤推出來賣 還有暫時在Market Active 已經在賣的盤 那就可以看得到 即是11月 然後就開始 因為冬天通常會少一點 然後1月開始 然後1月2月就開始升上去 那Peak Time其實都是3月 然後現在我們4月就開始回了一點點 不過始終都是新的Listing 是多很多下的 其實現在 然後你多新盤 那當然是不 尤其是現在開始 沒有說一擺出來 即是說一兩天馬上賣了 不是說 都還有 不過不是說 很多是這樣 那些Active Listing 始終都會 多一點點了 下一個我們看一下 就是Market Balance 那裡的Analysis 那這裡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Month Inventory 即是有幾多supply 那它是在下降的 Overall Trend 那它下降到大約 兩個月多一點點 那就是代表 其實貨源不是那麼多 那始終都是 一個賣家 一個Seller Market 那可以看一下 這個SNLR 即是這個Sales to New Listing Ratio 那它就是 Stadily的起近 那現在就 大約是Hovering Around 即是60% 即都是Indicate 是一個Seller 一個賣家的天地 這個Seller Market 那通常都是 就是如果是Around 60% 就是About 40% 其實都是Consider 一個Seller Market 那然後 這個Absorption Rate Absorption Rate 就真的都 飙升得很快 因為始終是 太多買家 那你說 之前可能 或者放了很久 或者放了一段時間 那些物業 都Eventually 被別人買了 那所以你看得到 就是Absorption Rate 其實都是 其實都是 這個Seller's Market 都可以叫做Seller's Market 那也是 你買家來說 通常都會找回一些 筍盤 因為你譬如 不是叫筍盤 即是新一些的盤 通常會 attract多些人去看 即是有些物業 譬如放了在這裡 一個多兩個月 即是現在 一個多兩個月 其實是很久的了 即是 即是 如果兩三個月 那些 可能買家想著 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是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人買呢 就算價錢 可能都OK 為什麼都沒有人買呢 其實就是這個 心態 就是 相比於 十幾年前 說真的 其實一個 物業 其實不是這麼快 可以買得到 分分鐘兩三個月 甚至半年 才能買得到 是不出奇的 不過現在這個 時勢根本 是完全不同 即是你一放出來 如果物業是好的 真的一個星期 就賣了 那 這個就是 分析一下 這個Market Balance 下一個看看的就是 Market Balance Indicator 那 可以看到 現在暫時還是一個 很強的 Seller's Market 那 這裡可以看到 Sold Price Distribution 那 可以看到 在Richmond Hill 暫時 物業的 大約 價位 是 哪個價位 就是 這些是 包括 那些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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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 最多的價位 大約是 60萬左右 就 Between 50 至 90萬 90 1 就是最多的 這個Price Range 的物業 最多的就是 大約是 60萬的價位 現在 就可以看看 這個Sold Property Type Distribution 在Richmond Hill 大部分的物業 都是 DETACH 獨立屋 第二 最多就是 CONDO CONDO 即CONDOMINIUM 第三 就是 TOWN HOUSE 第四 就是 MAH屋 SEMI DETACH 之後就是 CONDO TOWN HOUSE 其實 CONDO TOWN HOUSE 和 CONDO TOWN HOUSE 有什麼分別呢? CONDO TOWN HOUSE 就是 業權是 Owned CONDOMINIUM Corporation 然後 那份 Unit FREE HOLE TOWN HOUSE 跟 SEMI DETACH 和 DETACH 一樣 真正 更多 DETACH 這就是 Richmond Hill 的 Market Update 在我們新的 好家 好PriceDrop App 在這個 Market 那個TAP 就可以找到 然後 可以隨時 很簡單 可以找 例如 Richmond Hill Markham Unionville 不同的 C區 在Toronto 可以有 深入的 解釋一下 每個 Market Trend 是怎樣 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 App 在Apple 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都可以下載到 Search 好家好 HOKAHO 然後 PriceDrop 就可以下載到 這個App 多謝大家